冯兄,外界盛传的那个实力极强,甚至力压羽皇玄帝的人也叫秦宇,你说会不会就是小羽? 秦兄,我知你一向沉稳,如今你是关心则乱了,若要抗衡羽皇玄帝则需要九级先帝的实力。 外界所说的那个秦宇扬名于三千年前,那时去小羽飞升不过数百年,怎会有那样的实力? 退一步说,小羽真的杀了羽皇,那玄帝及其麾下的九眼宗为何对我们如此之好呢? 不过话说回来,冯兄,玄帝对我们秦家的恩情也未免太过,何事让父王如此优劣? 父王,封伯伯 小羽是你? 父王,封伯伯,你们方才说,飞升之后,那玄帝对秦家多有照顾。 父王,封伯伯,你们方才说,飞升之后,那玄帝对秦家多有照顾。 何止是照顾我?我们也没有照顾我。 我们秦家子弟飞升仙界之后,凡遭遇生死危机,均被玄帝的人救下。 除此之外,只要在仙界澄清的,道律也无一不是玄帝的徒众晚辈。 原本我只是有些奇怪,如今得知小羽你与他有那样的大仇,我已可确认。 玄帝是打算利用我们来威胁你,只是尚未动手,看来还在等待最佳时机。 父王,封伯伯,无论他有什么打算,前提时能将你们控制在手中。 这渔阳星是玄帝的地盘,我们还是离开为好。此处的西边有一颗炎阳星,为我的故郊好友均落于掌控,到那边会更加安全一些。 可是我秦族众人的道律,皆出自玄帝门下。你风勃勃的道律,亦是玄帝的人。 既是家人道律,带上无妨,我倒要看看玄帝到底能奈我何。 多谢洛宇兄帮我照顾家人。 你又何须言谢?再说,主要还是凭着你自己的仙府护着族人。 可不可是答应你让他们在此落脚罢了。 我身边麻烦不断,放眼整个仙魔妖界,也只有你才肯答应啊。 没想到三千余年不见,你的实力竟已达到如此境界。 我虽被称为天才先帝,到如今却远远不如你了。 洛宇兄不也是已经到了八级先帝吗?你我相差不多。 你可知,我成为八级先帝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又岂能不知,以你的心系,自然失去了魔界。 对,我当即前去找到血衣。大仇得报,当真快菜。 恭喜洛宇兄,多年的心结总算被打开。 那,颜儿呢?你和他…… 他……要离开一段时间了。 离开?去哪里? 自然是回家了。 秦宇大哥,不要当着洛宇哥哥谈我的实力。 颜儿,好久不见。 秦宇大哥,好久不见。我临走前,本来也想去找你的。 找我? 洛宇哥哥,我待会儿再去找你。 那你们先聊。 想不到,你竟是堂堂上级神人。 你瞒得我和洛宇好苦啊。 你现在已能一眼看出我的实力了,进步很大哦。 放心,我不会告诉他的。 让他这傻小子,自己去猜吧。 说吧,有什么事找我? 我这次来,是和大家道别的。 姥姥让我跟他回神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所以,我想告诉你, 其实赠予你江兰界的兰叔,就是我亲叔叔,而江丽,就是我亲姐姐。 我早就该猜到的,你和丽儿那么像。 幸好你没忘记他,要是你做了负心汉,我第一个出手教训你。 丽儿她怎么样了? 很不好。 多年之前,神界发生过一次惊天战斗。 奇怪的是,从那之后,追求姐姐的人就变得很多很多。 这其中实力最弱的人,也是下不天神。 那个周贤也在其中。 嗯。 不过你也别灰心, 兰叔可是把自己手头的第一灵宝江兰界都送给你了,自然是极为看中你。 不过,我得提醒你,在渡神界的时候,可别用住江兰界。 为何? 此事你无需多问,只要记住,神界并不是你想的那般简单。 涉及到宇宙的运转,牵涉到无数的宇宙空间。 所以要是不想一飞升就被人盯上,就别使出江兰界。 这可是你的底牌,要藏好。 多谢老老支点。 还有,不要鲁莽地去找我姐姐。 嗯。 等你实力到了,自然有机会相见。 未来的姐夫,你可要努力,别让我姐姐失望哦。 好,原本我还以为,凭着自己手中的宝物,渡神界自然无影。 现在想来还是把神界想得太简单了。 我这就去闭关,提升实力,争取早日飞升神界。 嗯。 终于到了原点中期。 神界将在一百零八年之后来临。 这比我想象中要来得早。 大哥,这才三千天,你就醒了。 我感应到了神界。 大哥,在你闭关的这段时间里, 我俩也到了九级妖地,并且都感受到了神界。 如此算来,时间都差不多。 不如,我们三人一起渡神界。 那自然是好。 但是在渡神界之前,我需要去找鹏魔皇,亲手为我父母报仇。 只是那鹏魔皇拼命逃跑,我却难以逼他与我生死决战。 这点你大可放心。 这鹏魔皇,无论如何都会与你正面交战的。 哦。 你怎么会惨我? 我来。 我给你,你送两天。 你可能会否划了我! 我给你帮你了。 你让你一份。 你扮你了。 我给你帮你了。 你帮你。 你帮你。 我给你帮你。 你帮你。 我帮你人的帮你。 黑羽 你何时到了九级要地 小冲这枪可是上品神器 还那么多话 你是很强 但速度还差得远 我倒要看看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这怎么回事 黄魔皇 我领域的空间法则如何 你不是速度快吗 怎么停下来 你不是挺能逃的吗 逃啊 宗颜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要杀便杀 轮不着你们羞辱我 杀你 只我一人便打 但你的对手不是我 现在只要你与我三弟堂堂正正厮杀一番 你若赢了 我必不为你 好 一言为定 这是空间神器 既然我给了你活命的机会 战斗的地点就由我来挑 你有意见吗 这 谢谢大哥 大哥 你让他们正面厮杀 却把空间缩得如此之小 让黄魔皇这次的速度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 在那里 灵活才是最重要的 我说过 黄魔皇一定会答应和小黑正面交战 你以为只有你的速度快 说 我父母是不是你亲手所杀 是又如何 你这不该来到世上的孽种 今日 你我二人只有一人渴望 就凭你 就凭你 在那里面 好 你不是猜疑 我今天就送你去见你的父母 小黑这是豁出去了 刚才要是没有黑羽战甲的防御 鹏龙黄已经赢了 小黑等了这么多年 却不会倒在这一步 是你让我失去双心 是你灭了白家满轮 是你对我夫妻追杀不止 今日 我必要跟你做个了断 星天一贯 父亲 母亲 白信 我为你们报仇了 永远这一朵离书 他终有一招 就是你的葬行之地 一招肩 疲敌 疲敌 一招 一招 千金 十一招 一招 一招 发开 无知情的望 只为这一场 当夜幕发满天 雨纷纷落下 天涯到复兴为亮 战知所向前 年来这一季再感满价 当夜幕发满天 乌云落下 听到呼吸一避疤 都结束了 是 都结束了 这已经或许会通话